有一次就是有一個實習醫生 他真的很認真喔 幾天看下來覺得 嗯 應該就可以交給他 然後事後再給我報告就好 結果他就看了一個咳嗽的年輕的病人 二十幾歲而已 結果他有發燒 所以他來急診 那結果他就幫他照了X光號 哇 他就看到兩邊 白白的肺炎這樣子 他就覺得 哇 這太少見了 二十幾歲又肺炎 很嚴重耶 他就跟病人講 然後那個病人他有帶男朋友嘛 結果他那男朋友就 哇 就突然就是那種很心疼 結果這病人就覺得 他本來覺得他好像也沒那麼嚴重 然後因為他男朋友覺得好心疼 結果他就整個就開始演得很病這樣子 病很重這樣 然後那實習醫生就很有自信的 就跟他說你這是肺炎 要住院 很少這麼年輕人 要這麼年輕又肺炎那麼嚴重 一定會很危險 所以要住院 結果他就跟我報告說 我剛剛排了一個病人要住院 然後我說他的抽血報告 結果抽血報告非常好 然後我就看到S光片 我看到S光片 我真的是想撞那個S光的機器 為什麼 因為他亮兩片白白 如果有經驗就知道那個應該是 有裝東西在乳房下面這樣 可是前面已經 前面已經都已經演到說 你要去住院了 我後面很難收尾耶 然後我就只好還是要硬著頭皮去 還是要解決 然後那個實習醫生就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是主治醫師 你當然是要扛這個責任 所以我就去啊 就看到那個男朋友就這樣一直在 撫著那個女生的頭 然後那女生一直就是撒嬌啊這樣子 那我就說好消息 就是你那個抽血很好 所以也許可以不用住院 而且S光 我們再請那個專門的那個放射科醫生 一看再看 他覺得是你乳房下面可能有東西 結果那個男朋友的手就停下來了 然後兩個人就呆著看著我 然後他就說 你很不專業耶 你這樣很尷尬耶 我不知道我要講什麼了 然後結果他就很生氣啊 就說我們這樣子看病是不對的啊 然後跟他說要住院 然後現在又說不是這樣子 然後他說 但是你還是有吃氣管發炎 所以你有咳嗽 我們幫你開藥 然後讓你回家這樣子 然後就不換了 然後那男朋友就 從頭到尾就不講話了 本來是很心疼女朋友 他也不知道 他要跟女朋友講什麼 他可能還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弄得一整個很尷尬這樣 一般這種不需要再次證實 他說你是不是裝 那很明顯 已經很明顯 S光哥你稍微有一點經驗 而且他不回答我 他用生氣的 其實應該就是答案了 所以就不要這樣 就不要再講 不要再打窩殺窩 不然他男朋友掉頭就走了 從這麼久裡面跟我講 在那個整天照那個超音波 因為有些男朋友 會帶著女朋友來照超音波 很關心就會站在旁邊看 他可能也是覺得 他放你一男一女 在那邊照超音波 他不放心 所以就跟進來看 可是有時候又很愛問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然後我在那邊一照 我就看到底下就 因為超音波底下照很明顯 就看到一個 一個龍蠢的地方放在底下 我就很明顯了 那男朋友好死不死就問我 我本想說 我只要看上面那一層 沒有長腫瘤就好了 所以男朋友就問我說 那底下這個是什麼 我就有點呆掉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他懂得 他就是比跟我說 我說沒有沒有 他的肌肉層比較厚 因為我看他男男也不知道 我就不好意思講出來 所以如果有妝的話 你超音波就照不出來 非常明顯 絕對不會錯掉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請問一下 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